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中餐比较困难 become a chef 他要一个时间一个过程 他不是讲 ok 我只要三年五年 我就可以开一个餐馆或者做餐馆 任何人看到你都会觉得你不够经验的 可能需要十多年 十五年 我这个时候会把心情放松下来平静一下 好好思考一下今天要开始要做什么了 我要特别来这边选这个鱼 这些都是野生的 这种是做兵器来的 野生的 等多一下 等多一下 我要到了哪一个tory去b3啊 b3啊 ok Majer steak restaurant 我搬过来这边半年了 他从我开始到现在是总共十二年了 我们现在的招牌才有龙虾面啊 还有这个smoke chicken啊 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个炒饭卖得很好是那个 这个bred truffel和那个鱼鱼鱼炒的饭 我们一般上有两个stup meal 一个是11点 另外一个是530 通常是有肉啊有菜啊还有一个糖 stup meal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第一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吃饭 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今天那个味道煮得怎么样 另外一个就是stup meal 我们可以给一些junior cook 还不可以煮给guest那个水准 practice 大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中餐所谓的walk cake 它们那边就会产生出来的 材料要新鲜 功力也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有时间累积的经验 才会导致那个技巧出来 不是说我有了这个食材 我就可以做到这个东西 它要很多方面的配合 168起完了有没有通知点线布 有 有刚才中包你挣了没有 挣了没有 来 打扮ba 起完了 Dancing 知道吗 我觉得在一个餐厅把一个客人做成你的熟客 是很好的一件事 而且你很容易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和他不熟 他有什么投诉 可能他不好意思跟你讲 还是他就跑掉了 但是你的熟客就好像你的朋友 他就会跟你讲 然后你也跟着进步 然后看到他们的孩子慢慢长大 你会觉得很开心 他从一个客人变成你的朋友 是一个很好的过程来的 大多数是跟他们有一个关系 因为一个餐厅 他一定会做他的食物的 我也不会说太过去调他的味道 我通常都会给他们自己去发挥的 如果我觉得有些味道变了 还是走外了 我会提醒他们 我16岁的时候吧 我就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那年是1982年 1982年 我看到人在煮东西 我觉得好像很神奇的样子 因为在炒东西的时候 然后那个出租啊 那个技巧啊 所以就比较喜欢跑去厨房那边